那這個是一個Dreamweaver的證照考題裡面的題目 那主要是考什麼 早期是就是原來是考那個網頁設計的 那拿這個來做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點就是說 它STD裡面有一個參考答案 打開來看一下 基本上比如說像這個 第一個它原來的網頁 打開來類似像這樣 這個是一個單頁次的 那我要如何可以快速的 把像這樣一個單頁次的東西 把它轉成APP 轉成APP 那你們第一個要先構思一下說 到底網頁跟那個APP有什麼差別 其實特別注意 你們轉變成手機APP的時候 因為你滑鼠本來是尖尖的 它其實很好 它有滾輪嘛 那可是你把它變成在手機裡面的話 會遇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個按鈕 你不能太小 滑鼠點得到 但是手不一定點 因為手這麼大一隻嘛 你要點要不好點嘛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就是字也不能太小 你要字把它放大 還有呢相關的那個跳頁 比如說你如果把這個東西呢 直接給一般手機操作的話 它其實看起來也會蠻辛苦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轉變成手機的APP 那轉變出來的話 各位可以從那個手機APP開發裡面的雲端白板裡面 可以看到在102這邊有102011的有沒有 我希望做出來的畫面長的就類似像這樣子 一樣在上面放一張原來的圖 然後呢底下因為我把原來的網頁你不要全部都放進去 我希望把它拆成三個部分 那三個部分的話呢一般如果你在手機裡面應該很常看到有沒有 大大的按鈕 那大大的按鈕的話這個叫做尋覽列 所謂尋覽列其實就是Netbar Netbar的意思就是說它可以讓你去點跳到另外一頁去 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下方也會有個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的話它這邊有個箭頭表示這邊有超連結 你一樣可以跳到這三個頁面去 OK那跳到各頁面去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會需要底下的三個頁面 那你當然可以把網頁裡面的東西call過來 然後上方的話可以有一個比如說back 其實你這邊可以放一個backback就回前頁嘛 因為手點下去可以跳前頁 或者是說你這邊可以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home可以把這個改一下改成home home的話就回首頁嘛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上面的圖示跟字跟顏色其實都可以變更的 其實非常好非常容易變更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 這邊有一個大大的按鈕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講解 所以如何把那個網頁變成手機的app的第一階段 第一個大概這樣 那後面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範例啦 比如說有106也是一樣啊 只是說導覽列放下面 然後這邊有home有沒有 就是跳過來上面有個圖示home 然後下一個圖示